海上有船隻起火 火勢非常猛烈 大量濃煙直卷半空 火勢亦波及附近的山板 現場所見 最少有兩艘遊艇和三艘山板被燒毀 消防出動滅火輪救火 亦有消防員在岸上開喉向船隻射水 有船家握著山板 在避風塘裏協助搜索 水警輪和海事柱的船隻亦到場 現場是觀塘避風塘 近海賓道80號對開的海面 星期一凌晨3時 消防接報上只有一艘遊艇起火 現場火勢猛烈被列作二級船火 火警最終在2個多小時後大致被救色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